等一下他們現場留 幫我分享什麼樣的畫面 他有那個嗎 就是他現在現場在切分割畫面嗎 我想知道 我好想知道 我好奇他們 好 那這個應該是 這個是內戰 看起來是 因為這個看起來是主秀 這是第六輪的 直接進到第六輪 喔這已經 OK 對對對 然後是 Blood Trail Blood Trail 這邊 對上 PAM 60229 紅色拇指人 對 紅色暗戰人 紅色暗戰人 來對上這邊探 60229 世界冠軍 看一下 BAN掉的 喔 戰士被BAN了 太棒了 一個奇數賊 一個奇數戰 兩個速度天差地遠的套牌 然後這邊 誒 剛剛前面提到沒有看到國王藍龍德 不過陳泰這邊是有選用這套牌子 對 陳泰帶的是一個比較反控的陣容 然後遇到我們世界冠軍的四塊 偏快的陣容 對 那這樣子打起來 其實 好 看了下面的騎手 好 其實看了上面的騎手也還不錯啦 有顆蛋可以留 我覺得有蛋就有很大的講話空間了 好 那湯這邊 留下的親王加全換 保不定上面也有親王啊 對不對 喔 陳泰 哇 哇 陳泰你這個手牌 蛋之後直接3加1的觸法 嗯 沒有 結果右手等一下抽個 沒事 我現在怕底下等一下也抽個食屍鬼了 那沒有人要跟你玩 那湯這邊一定是要硬逼親王 因為他等一下可以做 抽牌可以 狗頭人可以抽這個buff過生物 嗯哼 那搞不好就有四四的食屍鬼 那就快樂了 真的 好 那這邊陳泰抽射主攻也不錯喔 等一下可以兩回合砍掉他 兩抽的機會 這裡一個 進場的時候的右手 然後外加上這個圖圖管源 對這一抽 有沒有 蠻重要的 喔 這個也很不錯 那就打這個 對那這個也很不錯 你今天就還是可以把這個補血 原本要打滿你這個Efe 扣起來 然後用這個去給壓力 然後就下蛋 那湯可能會來破蛋啊 嗯 對 太厲害了吧 對因為 其實湯這邊可以破蛋 但是要考 考慮看是不是要打到最激進 就是連 破蛋完之後的暴龍都解掉 其實就打 1加1加1啊 對對對 然後四三撞開 魂火砸了二一撞掉 看起來好像是 對最 最直觀可以完全解掉他的打法 就是1加1加1 嗯 然後你檯面還佔兩個4-3 小鬼 然後很 還有一個3-2 就是輸側翼而已 對 11攻 這樣其實也蠻厲害 然後雖然說你這樣 這樣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下回合要賭右手啦 嗯 對 不過以一個柱來說 4費 要抽到能抽的東西 機率還是蠻高的 對 所以他就直接做了我們所說的打法 然後 氣掉了我們無所謂 相比之下 木水比較嫁一點 唉唷 唉唷 他也展現了他上次去這個 夏季冠軍賽的檔次 這個練回來的心得 對 可以 可以 唉呀 不完美 抽一張 抽一個吧 看有沒有1費怪 唉唷 稍嫌慢了一點 嗯 那這樣成態就相當舒服了 唉唷 哇 這個5加5 然後 下一回合是5加1 那 危險 這樣好像要宣告 遊戲結束了 兩個12放下來 齒輪就可以按了 先摸一下然後 西瓜 夾屎 呃 收攻 哇 死神烈開出了這個上限 所以今天打這種被快攻鋪長的前列下最長 而且他的牌組是沒有帶這個虛無失獵者 所以 這兩個嘲諷真是他 一直都過不來了 所以就算你考慮到了 你用撕裂者是可以換 然後你只要打3點 這3點要怎麼打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怪 算一算你能衝鋒 不是摸著所謂就是魂魂 就是能帶衝鋒效果的 那你必須要站得了怪 換完之後 才能去解掉對手 其實 這邊再找 再找 可以 再按 再按 然後 西瓜吃掉 對對對 兩隻解掉場上放滿 這樣 直接觸發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不用按 因為格子滿了 嗯 反正 他也差不多該投降了 對對對 好 好了啦 滿滿的這個灰熊汗 對對對 第一把就有點神仙對決的感覺 這個太神仙了 我說實話 燙的騎手也是相當好的 就是 親王吃過 嗯 然後前面你的解掉彈也是很正確的判斷 對 關鍵還是在那場右手的側翼打擊 對 然後攻凝成太也先拿下來一局 沒有那個時候場攻十啦 場攻二十十九 不是吧 三五十五加十十九二十 對 對啊 我剛剛想說他打完然後 你說他 感覺怪怪的 他怎麼沒有直接投降 對對對 補完兩寫的時候看看好像還是不夠啊 對啊 這一 算是可惜的 但也是開錯了上限啦 這個漂亮的 呃 了不起的五然後五再加上五加一 所有的應對都 虛盡完美 對 就我們說這裡兩個四三就只輸側翼 然後側翼 側翼就來了 殺你一隻小鬼刀砍掉 唉 對 然後夏爾燙剛好又在那一回合卡了一個回合 嗯 他進了香菇然後又要抽牌 沒有試做 一一打的那一回合 魂火打掉之後就那個是非沒有東西進 那一回合空火導致了這個成太派出了會秀 嗯 當然也還包含 如果氣得是領主留下守衛的話 好像還是跟不上 應該 因為你還是解 還是解不掉那灰熊 解不掉灰熊 解不掉灰熊就是會導致最後的敗北 對啊 非常煩惱的一個場面 那這邊成太還剩下他的國王藍農德 跟笑斗煞 嗯 剩下兩副還是要去 面對燙的這三副偏快的套牌 就包含燙 我剛看到法師 欸按掉的是德然後法師是出來了 欸 對 他賊 按掉的是賊 就一邊技術戰一邊技術賊 然後法師是有機會出來幫我們秀一把的 今天可以第一次看到法師 真的 因為 我們都知道是Tempo Mage 就是從秘密法或者俗稱節奏法 開始加入了露娜之後 變得很明顯是一副看右手的套牌 這個 呃燙剛好是本人吧 對對對 就看他接下來的操作怎麼樣 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下來的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終算法 冠軍 通常 是 快速 2000 グLE Boom Labs, it's so real and lifelike Hello? I'm looking for some developers Not now chicken There were four of them Hello? Anyone? Begin Poultryizer Security Test Number 112 Poultryizer? Peter...Peter Whalen?The Developer? Oh no! Security breach!Intruders, do not enter Boom Labs! Repeat, do not enter Boom Labs!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in here that'll get you de-chickenized You there! Who are you? Hi! I'm an intern. One of my game developers is a chicken now. So, I'm trying to fix that. That is not in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tern. Science is. See, he's turned into a chicken- Today's experiments are about efficiency. If I cast spells only with my right hand, what happens? Let us see. A curious result. Wow!So, I can draw tons of cards, but only if I have the mana to play them immediately. You're right, Peter. Meta implications can wait. We still have to find the others.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That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players that I have in the world? The Secret of the World War 2 has been played. What is this? You know what? They will be the most beautiful and beautiful players. Are you? I have a good fan of the world? When you're here today. You can have a great fan of the world. You can be the fan of the world. 龔蘭龍德以及效朵薩呢 能不能關注對面的龔蘭龍德以及效朵薩 這邊拿出了Token德 打到一個優勢對戰 好像前兩輪的時候有一個 Token德被TC30偷到崩潰有這回事 我記得是被偷了兩個帶幽光 被TC然後 左拉然後再TC 然後拿了兩個帶生靈之魂的幽光 對幽光 喔 我知道就是一開始 Steelio打那個阿倫梅克那一場 對對對對對 這個是偷的這個 沒有說他偷的心太炸力 就是Ton說這個Steelio亂打 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Ton幫我們這個 教學一下 演示一下這個 示範一下該怎麼打這個對決 其實 他那一把亂打的 真的不是亂打 就是操作選擇不那麼好的地方 應該就是 我們說散播瘟利的時機點 老闆很多時候可能可以打兇 但是他也沒有 嗯 會去做一些抽牌的動作 這邊成太世界術 哇 兩廢火山 到時候會蠻靈活的 Ton這邊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拿出直軟 另外一個就是 撲一個 有光之靈 來買對方的一張AOE這樣子 嗯 前來開始 啊不是 Ton現在進入了自己的小宇宙 對在思考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在 在從各種跡象判斷了 包含對面這個棋手流的章數等等 最後選擇老師 神態就毫不猶豫 直接解掉 有得對應 那 直接開了 媽 哎唷 這裡選擇抽牌 那這樣就是要確定 他一定要確保就是 我一定要做到4加4的這個 組合讓你 這邊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這裡說進到滋補 相當不錯的 是因為你等一下可以加速 6回內 你可以加速 把他進10的時間點 對 所以你手裡已經有一張 你可以直接支付成長 然後打重機 他剛抽牌就可能表示 他這一個 幽光之靈 想要留到 都是兩次都拿來打4加4 嗯 這場水晶長得特別快 等一下已經死了 打成太就抽牌 蚊子也打 然後 成在這邊的效果賽制度 我們所說就是他 對W1他要贊賞 贊死他 打死這個W1 但我們在以前看的是嘲諷德 但對Token德 想不到 也是有機會開始贊賞 給W1壓力 剛剛的情況他可能是覺得 費用上空下來不太舒服 所以就硬逼了這一個4 不然就是要空過3點法 那這樣打的話應該就是 變身之後4傷法律師 砸掉 砸掉的法槍 然後咬一個 那一樣叫劇毒 出來抗衡 成太的生物 這樣做完 手牌的空間 還沒有完全騰完 不過下午可以先做4加4 哎呦 拿成太一樣繼續鋪場 撞掉了之後 在 利用18佐拉這邊 再重建一次殺用的速度 唱這邊可以做4加4 4加4完之後看情況 好 對方解的掉的話就 終極無音 解不掉就開跑笑 這次有 這次有 記得不要先動 就那個樹人那個地方 理解了很久 沒道理 真的沒道理 沒道理多生一個 不多生一個 對 好 這裡 3加3 電兩次 伊雷特拉 直接雙電 把檯面全部再壓比 這一張伊雷特拉真的是 改版的時候 也算是對效果煞一個 蠻大的幫助 他等於就是可以代替你的牌庫 成為第三張的彩虹 或第三張的治療治療 對 理論上火山是 不會配到 不太常會拿去配到 伊雷特拉 包含在這邊 一個 過往薩滿很難解的施甲 過往你可能要配到火山型的 才能解 那現在你有伊雷特拉 你可以直接 一張殘典風暴就解掉了 這裡應該是直接砸吧 然後看 好 還是黃的 那就代表有召喚暴君的能力 暴君可以下來了 一張 好 一張 21 結束 哈加薩 其實哈加薩在這個對戰也是蠻重要的 那交個妖術解掉 好 這個不錯啦 這其實再開一次就好啦 再開一次 而且還可以上一個buff 嗯 但是 他選擇把他打天氣 沒有 我剛才想這個buff有沒有差 因為電都電得掉 除了 女巫 拿到的 我說拿到 但女巫戰吼也還是都電得掉 所以好像 好像可以留著 今天下午還可以做3 3 2 2 我等於這一把咬3 然後我下一把再做 雙跑 然後結心之力這樣 就除非你手上 他除了燙現在手上有尋找出路 那可能可以考慮 就先貼上去 就是因為費用本身並不舒服 不然你 呃 因為這個 成泰的版本也是火瞻 沒有火瞻的版本 所以不需要特別加這一血 好這裡 等素人動畫跑完之後 女巫哈加薩會直接把場上 所有素人一把一併燒掉 前面這個有降到還是很關鍵 讓他可以在這邊變出部哈加薩 那燙這邊現在 謹存的鋪場 就是靠老師了 4加2加2 主要你後面對 薩滿的時候理論上他不會有檯面 對 那我就是 你理論上你的散播文 你如果我們前面提 就像使用時機 不會有 機會讓你得下 對已經過那個點了 嗯 那這裡也都是全部選 掌 這邊選爆是因為要 可能要防一下TC130 因為如果你第二 通常第二層有時候 常見的應該是選buff 對 但是你buff只有四隻怪而已 所以 這樣子會比較怕TC130 偷到了1 靈魂迴響 哎呦 那這裡可以重現 這是再一次TC 其實 我想一下 然後 電一個 多森一隻算不算防 我覺得只要能把 我覺得 他多森一隻應該是在防 嘿 是 我覺得只要把握 因為 他現在手裡 兩張咆哮都已經在手上了 所以 多森一個就是 4 然後 4點傷害 加上打電的關係 嗯 考量到打電的話 那多森一個 應該會比你加加還要好一點 嗯哼 好 燙這邊一樣 不過剛剛成太這邊拿到了火山 這也是他沒辦法防到的 今天我們看到 前面看到的是 太樂 被這個 哈加薩火山 給崩潰了 有 女巫產生 對 被這邊 比如 被噴到 完全 生活不能自理 我 他也是 還是非常的淡定 就是 對方都有完美解 也是沒辦法 直接強大使 剩 兩回合的時間吧 他應該真的沒有什麼剩 剩兩個顆顆笑吧 對 兩個顆笑應該是他最後的普場 然後 下一回合 然後 這兩個打下去就超過 成太這邊就是在等他的薩鋼來 這張打 打巴的也是還不錯 可以加一個回向 散播一 應該是兩個舞都打了 對 最後的普場 拚對方不好解 而且拚打點 因為 你本來就是一副 靠 打點多 然後咆哮 出入獲勝 那這邊 笑斗龍就 直接開眼 第一個是 有幾個關鍵能力 除了 這個回首以外 親王 TCE30 跟女巫哈加薩 對 主要是吃這個哈加薩 來鎖定勝局 這時候已經不需要靠泳動了 嗯 嗯 在燙已經疲勞的情況下 燙已經沒有其他生物 可以跟 成太抗衡了 而且你也不是那麼怕這個 散播瘟疫的問題 就另外一種對笑斗殺 能散播瘟疫 只有這個檯面 對 那這個檯面 我把這個丟下去 每一隻可以撞一隻 那 就沒事了 也不解決問題 因為燙已經沒有生靈之魂了 嗯 所以真的沒有翻判這點 好了啦 對好像看著誰手牌 真的沒有辦法 真要說就是開一下散播 加攻 加出路加攻 如果他還不想退的話 這應該是 比較好的打法 就直接打就加是 對 至少這樣看下來 他的笑斗龍是 呃 不會跟你 就是 沒有辦法優勢交換 就你把基本做到三 三攻的話 他可以六三那個狀會直接換掉 對 因為如果現在不打的話 其實陳太也就 太很清楚 你已經沒有怪了 對啊 我就可以不做事等疲勞獲勝 但這個狀的前提 也要建立在對面 沒有治療之魚 因為治療之魚可以 把全部拿回來 就是又補回來 那他選擇是打灰擊 那其實陳太現在也可以開一張治療之魚 來幫自己的笑斗龍補血 我剛剛想就在這邊撞完之後 全部直接 拿起來 外加上 這是名牌煞鋼 這個 閃電線也可以打 好 好 這裡一趟最後選擇投降 恭喜這裡陳太不要 再下一層 來到二兵林的賽點 好 剩下一套 國王的 國王來弄的 不過 其實湯還是很有機會 我昨天在看這個 中國的他們的季後賽 哦 三得子啊 德魯伊從頭關到尾 而且也是國王來弄的 然後每一把打到快攻 都是 國王都是 七手就來了 尷尬就是 他走兩條線的情況下 呃 理想上就是 你來的 你打了對的對手 來對的牌 那你都可以處理 但尷尬就是來反 就是怎麼樣就騎手 就像剛剛我聽說說 騎手看給國王 對 捏到這場遊戲死去 他那三場每場都會有國王 對 就會發生這種 他有兩個體系嘛 他剛好都來到一個 不能抗快的體系 就會比較慘一點 對 就非常尷尬 然後他有時候是 要賭一把的情況 比方說武器 是武器可以敲完還是怎麼樣 然後藍龍去賭一個 揮擊還是幹嘛 沒有進 沒有辦法 就是完全 沒有拿到這個可以 反場的機會 對 然後有很多把也都是 他必須要 那個時候是香菇已經架了很大了 然後他甚至武器沒有目標 不好敲 不能砍 對 砍了人死了 這實在是太尷尬 所以這樣講起來 燙 如果要拿小分的話 應該會先拿速四出來 嗯 好 別過來 果不許安 那今天慶望也有 他的慶望跟任務一樣出現 他的 慶望跟任務的出現頻率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然後右後手 那就是 不過今天這樣的話 跳吧 看看 因為這個E 如果這個E 不是狗頭人的話 可以考慮 先直接出 比方說烈焰小鬼 嗯 可以直接先出烈焰小鬼 就是造廢出 可是今天尷尬就是 你希望你的 從這一張開始的每一張牌 都是慶望持夠buff的 都是有buff的 所以你這個圖書館 如果抽起來是混合 那就好事 不是混合 就 絕對 心裡覺得虧虧的 心情上怪怪的 欸 打錯 沒有啦 如果剛剛抽就是這個 不過這樣還是還不錯 因為 下一盒就是 兩個四四出來了 嗯 然後這裡應該是 灌注要打 對 這兩個 小鬼 buff成四四 夠強 對 那會給Dewee前期很大的壓力 成泰這邊 看一張 好 這個 我在現場 我被爆雷了 呵呵 然後小鬼出不出來 我看到他們這個對決 兩個人都把耳機拿下來 其實也不一定啊 因為我們是有延遲的 OK 對啊 那輪到成泰這邊 那是要雙自然化嗎 盡量降低場攻 下回合買 滋補跳飛嘛 然後就可以撐到 散播瘟疫的回合 看起來還是比較好的打法 不過你打了一個被加成過的對手 然後你讓他滋補 你讓他 打了兩個 密法之力的登記 的手牌 覺得 覺得很難贏 對 看燙這邊 對 假設他這邊有一個煞鋼 你還是很頭痛 嗯 那沒有煞鋼的話 他有那個 治療套件 嗯哼 也可以噗出來 310吧 而且這些都是吃過buff的 對啊 強到不行 然後其實等一下原本 預期可以用 散播瘟疫 扛一下 但是這個 貓怪已經在等著了 喔 在這邊 打快攻沒有用的套件來了 一張 然後不出因為等一下要出散播瘟疫 不要去卡自己檯面的格子 你這個下就直接少一隻假蟲 那湯這邊很安心 我已經有解掉你的方法了 好 那這樣一出城他又剩下 無血 哇 精彩 沒有用的套件 二人組都來了 真的 這一把就是 真要就是來個武器 然後有時候武器的好處就是 因為你這樣可以開始敲兩血的怪 如果沒有吃過金王 有時候會有點幫助 有點機會 看能不能撐到敲完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敲完之後 比方說 我說藍龍敲 然後九費 九費敲 然後十費 接個灰擊這樣下去 然後檯面一次打平 然後湯這邊 全部打臉吧 沒問題 成泰這邊 灰擊補十二 還活著嗎 應該還活著 上面上還沒有死 上面上還沒有死 嗯 射五滴 然後 他們就去撲怪 這時候其實也沒有特別怕第二張散播 因為你這兩個 林組也可以燒 燒個兩下 就你其實三 兩個三弓 就兩個五個踢掉一隻 兩個三弓摸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燒得差不多 就全解了 好 我們攻擊這裡 果然 跳飛機親王二飛 準時的親王還是 給德維基莫大的壓力 成功頒回局 那 陳泰還有兩次機會 這個 想辦法 上面要想辦法 守住 湯的剩下 這個 法師還沒有上來秀一下 法師還沒有秀 好想看 不過他 可以的話他應該會留到所有傳說 因為法師 面對到這種藍龍的護甲特別多 嗯 是比較不好打的 因為 相較於我們說比較這幾個快攻的話 呃 住處是一個很明顯 完全靠檯面的套牌 生物質量的套牌 他 法術 我們 兩個灌注 然後魂火 都沒有其他的 跟 對 收藏是 加傳說法術 他的只有這樣 但是 如果是秘密法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傷害法術佔 非常非常高的比重 對 你可能會有秘密法飛彈 你可能會有三 三廢的秘密法飛彈 然後喊兵劍火球 再加 你雕紋可以雕到的東西 對 用這些東西去堆疊你可以造成的傷害 一回合他可以打的比較 他不需要檯面 不需要 呃 不用解決嘲諷就可以打了 對方的傷害 但是他 持續傷害是有一個總上限 是有限的 對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今天台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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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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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ell anyone D team D team So design starts working with a lot of the other teams at that point We work with the effects artists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crazy explosions the set's going to have We work with the sound artists to figure out what those explosions are going to sound like And then we work with engineering to actually make those explosions happen We use the scientific method a lot in designing cards We have a bunch of experiments We have hypotheses for what cards are going to do what decks are going to go in and then we ship them live and try them out with all of our players i love science we got all the science bases covered rocket science with boom master flark stargazer luna with astronomy forbidness floop that represents biology myra rod spring with her crazy concoction crystal smith kangor who's focusing the light sheep hair when you're playing hearthstone it kind of is doing some science right all of the weird ways you can glue things together all the silly kind of crazy interactions that you have when people are trying to optimize their deck in hearthstone they have like the control deck and then they swap out a different card and they see if they get better results there's science there's science happening out there right now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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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回來ereinejepic Roosevelt戰機 ILG休肅賽群初步出典 rally Favorite Meeting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很可惜這邊台灣人最終必須要打一個內戰 目前成丹的背景是2比1領先 tom60229 國王藍龍德來對上秘密法 以及這邊的Token得 照剛剛的邏輯 應該是要先上得內戰 好 下面換的飛快成長以外什麼都不要 那成在這邊全換 還是希望看到一些成長派 成長自補 沒有什麼懸念吧 直接流石 來了第二張石 上個騎手流石的那個人在你對面 在對面 借鏡一下 難道這個內戰需要成長流石嗎 這不是翠玉德的那個時代 現在也不是翠玉德的年代 所以我覺得可以不用留 當然這兩副套牌也不一樣 就你這個一個長都沒有騎手流石 有一點點風險 其實統計一下 你現在的成長是比翠玉那個時代少的對不對 因為以前是成長翠玉之花跟 之補樹可以去跳 還有藻地 433 433那時候也還在 不是那個時候還擺嗎 我有點不太確定 看完會一張 所以那時候的成長數量是非常多 而且現在以成泰這種配置來說我覺得 更不太能留 因為 他是 比較容易卡的 藍農國王 要是你真的沒有跳飛牌的話 就你這個死非常容易甩不出去 可以 現在湯這邊 這裡勝利之後 下一回其實是可以跟上 哎呦 不過他一張關鍵牌有來 武器有來 那就先架武器 那湯這邊 可以跳飛 跳飛下暴君 應該是硬跳飛暴君 然後 準備一個打4加4的手牌了 4加4 的下一回合 算是非常順喔 這起手 可是我們延遲15分鐘 他們剛剛已經 去忙了 所以其實也是不好說啊 我害怕 這邊揮掉之後 解掉了老師 拿出第二個老師 之後下一個 森林之魂 這樣裡面對刀散播瘟疫 沒有那麼特別特別怕 因為才三隻怪而已 把下盒準備做終極瘟疫 這邊先抽一張 成長 成太的水晶也有跟上了 然後現在就是靠 其實 重點是就是等一下他可能會有一個19顆水晶的零件 對 的一回合 然後看一下這一回合的發揮 這通常是你打 藍龍德打 這種Token的一個 很大的自勝點 就是你可能 量成你一個10水晶解不掉 可以給你20水晶的時候 你就能夠蠻輕鬆的解掉 對方的補償 嗯 自然化爆牌 再可以爆個兩張 所以現在自然化幾乎幾張 然後等一下右手一張 少了一隻 DK沒了 有一點傷 找了一個中後期他其實 雖然DK的天人技加三 加三攻或加三甲 但他畢竟是一個 穩定的持續傷害 每回合能提供直擊三點也還是蠻厲害的 這邊Town的 選擇 他沒什麼選擇 這一回合來說 那選擇 還是要留一隻咆哮當爆發 打個6加4 其實這瘟疫直接出是沒問題的 因為 對面是國王藍龍德 他說實話你把他的怪算一算 其實也沒有多少可以讓你 場上不會有多少隻啊 唯一一種情況是 如果你是一排油光然後他 被他生一波 你把油光全部送掉你反生一波 反生回來這樣子 可是 底論上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大概也很難贏了 對對對 而且他 如果他 他看到你只有出油光 他應該也會揮擊就好 好啦我覺得比賽 差不多了 我看到了經典組合技出現了 我下回合就要買單了 對對對 對 人會不會死 我是不確定啦 但是這個9加4我就想下課了 再燙一次 沒有辦法 還是你要弄個更華麗的也可以 你可以9 9敲 然後4 4這樣 法商 沒看過法商加10的揮擊 法商加 欸兩個說不定打死了 20 25點傷害 場攻幾點 9點 10點 再一顆月火 13 13 如果再新一張月火 可以打36 25點場攻13 38點 欸 這樣是不是失去了 喔沒有那個1會不會卸掉 那還沒有 但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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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啊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算沒有打死你 你的場也被解得差不多 然後 然後 刀敲 對 你是解不掉馬力狗斯的 我看到 TOM出現了 仰天長孝 這裡 弗洛普 再做出第二隻馬力狗斯 直接砍臉 14點傷害的位置 連那個後面都是兩位數 真的嗎 多厲害 那月火也直接炸下去 然後 並沒有 措施任何一分的 傷害都是打 最大化的 打在頭上 解一個22 然後沒有給對面任何一點的 的 機會啦 就是這個22還是要解掉 如果只 等一下 如果留兩個22 雙袍開 雙袍開出路會死吧 對吧 如果只 就算只留兩個點 6 10 14 死不了 對吧 死不了 17而已吧 雙 沒有 雙 跑笑 雙跑笑 他開 TOM有開過跑笑嗎 沒有 就是 如果今天打滿最大 可以打得上他 打滿最大 喔 沒關係 我以為說是手牌 沒有沒有 所以他換一個也算是合力 因為只有留一個是絕對死不了 好 這裡 直接砸頭 砸頭 月火 15點的終極文藝 哇 騎手流石果然打對了 我們恭喜這邊 陳奈不要最終3比1擊敗的世界冠軍 看來武將的排名又要做一次輪踢了 現在來到5-1的戰績喔 看這邊 陳奈不要這個大哥的名字可以 就是新大哥又有一個新大哥了 看這個名字可以掛多久 他這樣 現在5-1 應該是沒有機會的 嗯 對啊 先不論明天第七輪的勝敗如何 嗯 然後這邊他把湯打掉 我覺得可惜啊 就沒有辦法就是今天台灣人打到一個內戰 那畢竟兩邊都是大家想要關注的選手 那本身操作兩邊的操作 沒有太大的問題 武器不能猜是對於Token德這邊的一個硬傷 因為他必須要強制去拉紫羅蘭 所以他沒有辦法放我們說二費軟泥或是三費直軟 這次做不到 對 配到哈里訓又很奇怪 對 那中間在提防 中間有稍微今天做了一手提防散播瘟疫的這件事情 也讓他沒有 湯這邊並沒有做出所謂的強補償 就是我賭你沒有 對 因為他如果真的賭了一波 那一手陳奈 最右手我記得抽的就是散播 就是剛好是抽散播瘟疫 就是老師然後一個暴君然後一直依依學生的那一手 所以那一手也是大的 相當相當不錯 那真的是非常可惜 可以世界冠軍再吞一敗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最終四缸二戰機 有沒有還有其他這邊官方會幫我們找的現場流 對應該還會有一些備用場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趁結束之前趁我快失去意識前 今天看下來有沒有什麼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對因為你賽型有做一個套牌的分析嘛 就是四塊然後想了第一層的抓四塊 然後再來之後想回第一層的抓反控 抓反控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一次的就是 打出來的結果跟你預期的一樣嗎 我覺得比我預期起來 我覺得反控的發揮比我預期起來還要好一點 他其實抗快 像我們剛剛看到陳泰最後也有成功把Town打掉 然後Town其實輸給Sikrinos 他也是帶比較偏反控一點的牌組 對就是其實抗性比較好 發展像今天我們看到任務賊一直打贏Token的 所以我覺得 反控不只反控而已 其實他們對快攻也是有一定的抗性 好這裡畫面上看到了今天第一天的這個趨勢圖 首先第一個唯一6-0的選手是 Dave Rivius 然後他是 雙擊掌的那一位玩家 像Rivius也是一樣的想法 他就是 我雖然是反控 可是我也有想要打快攻 像他唯一只有他一個人敢這樣帶 然後 你看目前只有他一個人 唯一 唯一的6-0讓我非常非常訝異 第二個就是這一次的 最優勢的套 偶術最優勢的套牌 所有的偶術術 所有4-0開局的都包含偶術術這副套牌 好最後一個是 相較於2017年之前的表現 我剛剛沒有看 八分 就是 前八選手裡面是有其中7個人都在3-2或以上的戰績 就是上次表現不錯的人 這一次表現也都還不錯 像我們剛剛看到成泰 好 那這個 他是還有比賽要 好 我們看到這邊是英文泰的預測 哈哈 那來看一下Riven這裡選擇的 SRENDER目前戰地1 3-3已經離開了 然後我們看到 爾隆艾伯的 胡子哥的選擇 金屬是0-4 然後Kliss & Nappa1-4 1-4 Kazu Curry目前4-1 還在Flawless 還在這個榜上 然後TJ的選擇威復目前3-2 還要看最後一局的成績決定 那SRTOL SRTOL一直都特別準 雖然我們說他們是常常是死亡筆記本 對對對 可是這幾個組合中 SRTOL的預測都是最準的 然後他真的是這麼大膽的挑一個Rivius 對 沒想到現在現在是全勝 上次我們播是聚冠軍還是哪一次 就是他們那個 這個 死亡筆記本名單上面的人 好像都撐到了蠻後面 是Hound S還是 是Hound S還是那一次嗎 好像不是不錯的播 對 反正他們有一次的預測 就是從以前的死亡筆記本開始 這個有一些的有一些升級 就是終於不是明燈是正確的那個明燈了 對 是那個明天的明 對對對 那這個讓我好奇一件事情 你有 這個版主有幸做一下 就今天戰績結束之後 你有有幸做一下明天的那個 看好的選手嗎 看好 那我應該就繼續支持那個吧 Rivius 因為其實 我雖然說預測四強是CocoSasa 可是現在不知道他的戰績怎麼樣 不知道還在不在 那另外一個 他們其實有分嘛 一個是四強預測 一個是那個值得關注的選手 那其實我值得關注的選手就是寫那個Rivius 因為我就覺得他的代牌真的太酷了 就我看 我也是看你的 就我第一眼是先看你的整理 然後看到 就機神 我只說牧師當然很正常 戰士 數是 當然 有 有人打 但是不是在 我沒有準備看過 然後機神戰 嗯 有點想法 這個也是 也是有人做過 然後機神 然後機神德 機神德真的很特別 就是藍農德 然後就外掛這一招 那個時候機神德是認真的嗎 然後6-0 6-0 也許 我覺得這個賽事單位 應該要幫我們做另外一個統計 他到底靠機神克斯文贏了幾場 就是要得魯伊那一副 也許這副套外 跟這個 跟放機神克斯文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機神克斯文就是一個信仰 一個吉祥物的存在 對對對 堪比尤格薩倫 但是這個效果 跟尤格薩倫完全天差地緣 我們今天看到都好像是備用場的時候 好像都還沒有看到他實際使用到 嗯 但是明天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確定競技了 對 所以一定可以看到他這三 三 四套牌的表現 就不論明天 第七輪或是到後面的雙桃賽制的時候 看看機神德 機神德 其實也是藍龍啦 就是藍龍 就是藍龍機神德 到底在比賽中是怎麼樣的發揮 還是就完全是吉祥物 還有那個 克斯文 對 基神戰 我想特別看到 看能不能收到這個combo 因為我之前看了基神戰的體感 就是我在播HGG的時候 就是基神戰本身是一個 可以拿來抗快的套牌 可以抗快的 因為他有很多那樣的材料 他可以不靠 只靠我變身之後 我可以不靠基神克斯文贏 你可以靠DK嗎 但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今天如果需要靠基神克斯文贏 我等於要扣很久的牌 因為我包含兩個星路 然後一個大的旋風斬 跟藍龍這些 對我必須要湊這些東西 還有飛船就是 一個什麼六卡的combo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記得他好像不能帶 不能帶斬殺 他要確保牌 我HGG的版本那一副沒有 就那個過獎 智力交的沒有 沒有斬殺 他的應該也沒有 我沒記錯的話 有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斬殺 因為我對於他這個不能放解牌 這件事情 對於如果你今天要打到慢的 那你的解牌能力就會比較低 可能就是要靠盾猛來解 就依賴盾猛 對阿必須要安排好 就是他所有的牌 都是要打得出去 不過這點其實就跟基數戰一樣 基數戰也是只能靠盾猛 對 你這樣講的話那也是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六輪的比賽 應該就到此結束了 目前他兩個 這個今天趨勢圖也放了 然後剛剛這個最受關主 等一下應該就是 行程表吧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這邊 最後 休族明天第七輪 還有應該是會有最後 目前第七輪之前的standing 對 好出現了這個明天的schedule 估計今天就是可以跟大家說 龍尼顧了 讓我看一下 明天將是為我們 第七輪的瑞士志 以及最後的雙敗淘汰 決定哪四位玩家 可以獲得資格 前往我們最後的球技冠軍賽 對 爭取去美國的門票 對 那 最後還是問一下 欸 你還要分享 故事講一下 還是你這邊已經有想法 就是先講 明天看好誰了 扣掉已經晉級了 扣掉晉級的 Rubius 剩下了 那我覺得 可是 可是這樣大家會說我獨奶 我就是想看這個 好啦 我希望陳太可以加油 因為其實他上次去那個 夏季冠軍賽嘛 就可能因為緊張 就有一些失場了 表現上面比較失場 你說的是綠青王這個故事嗎 對 綠青王 然後還有 有一個沒有縫嘛 縫 怎麼都是獵人 那個縫 縫和野獸也可以結場 他也沒有選 對對對 然後嘲諷德其實他也打得 有一些問題 在那時候 所以他右手蠻給力的 就是打那個A83的時候 就是他 那個時候被扣掉 他自己在已經一個很強的 向心的檯面之後 還把 是巫妖王還是什麼 都再丟下去 就他等於那個時候 被尖笑一波是非常虧的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表現沒有 就是在夏季冠軍賽表現沒有很好 對 希望他這次有機會 可以再去雪恥 對啊 再挑戰這個世界賽的門票 對啊 那我們當然在一場 身為主播台 當然還是希望這個所有 目前還在奮鬥的台灣 選手我們在明天可以進去加油 想辦法 仍舊想辦法爭取 最後這個球技冠軍賽的門票 那我們明天應該是 一樣是早上10點開始 轉播 然後最後 欸 你明天有 對 明天早上也是我轉 早上10點是你 對對對 哇那你辛苦了 對對對 我明天是後面這一part 那我跟班族 明天還是一樣 回到這邊為大家轉播 我們最後的球技技術賽 那我們先走到這邊 我是主播楚天 我是賽明明天 我們明天再見囉 拜拜